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我们联能政府组 其实我们会提出这一组 也特别专注在这一组上面 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政府里面有些现象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宣示 一定要对现在政府一些特别扭曲整个政府体系的问题现象 做一个宣示要杜绝将来的政府 将来韩国瑜主政的政府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这些现象有哪些呢 我先跟各位来做个报告 第一个我们叫做东厂 用东厂来打压议题 那东厂大家都晓得他是明朝 像是明太祖的时候的锦衣卫 专门去听有什么人对他有反对意见 然后呢非常残酷的或是就把他逮捕了 或是处以急刑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执政的政府 尤其是去年在转型正义委员会里面的副主委张天青 那他在一个非正式会议里面说 希望借由 因为转型正义委员会收集了一堆的所谓过去白色恐怖的资料 那想从这些资料里面找出相关的资料来打压那时候在新北市选举的侯友仪市长 那这个消息是他们内部人泄露出来了 那也引起举国的哗然 那其实这个事件 我们所谓像是东厂在打压 跟自己不同 就是另外一个反对党 是其实执政的 本来是要治理全国 但是用自己政府资源来打压另外一个政党 其实这也是非常罕见 而且是掌握政府机器来做这个事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最新的就是杨慧如事件 你杨慧如个人所谓的卡绳 他包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种的所谓的政府的计划 但是拿到这个计划 却是专门在计划所谓杨网军来打击又是非执政的一方 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政府目前的一个 我们叫东厂打压一起的现象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肥缺 仇庸 皇亲 如果没有这个华航的私燕案 我们还真的不晓得 这些像华航这个系统里面的各种职位都是谁在人用 那当然大家看到 哇 几乎都是 我就不讲这些名字了 都是跟这个蔡英文总统有关系 或是跟这个新潮流系统有关系 那当然大家印象更深刻的可能是去年 为什么现在韩国瑜总统 韩国瑜会参选总统 就是在台北北农里面有个吴一宁事件 吴一宁硬是去担了台北北农的总经理 那当然引起很多的争议 那就我们说这些国营事业 还有相关的企业里面 那由现在政府拼命安排给 其实都跟他比较最亲近的人 那不止如此 我们还说还有要职任用国企 国营事业也就罢了 要职呢 还包括像比方说 驻美的代表处里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叫政治组组长 他向来是外交部文官里面的重要的里程碑 走过政治组组长这个位置 几乎都可以担任像驻美代表 像现在的高硕泰驻美代表 他原来都当过政治组组长 因为他跟美国的政界要做 非常多的接触 但是呢 却任用一个很年轻 过去就是担任总统的翻译 就他还不是总统的时候 那现在他当这个要职 引起很多抨击 同时对于整个文官系统也是个打击 那当然还有深迁要攀派席 这我就简单举例 比方说可能一般观众还不太了解 因为在高雄过去 陈菊市长 他现在是总统府秘书长 他的身边的一个副市长 叫做吴宏谋 那因为在高雄气暴事件 2014气暴事件的时候 那他就代表好像辞职 因为他过去也是负责这个地下管线的这种高雄市政府的局处 那等到他辞职以后 但因为他的关系够 他跟陈菊的这个比较亲近的关系 所以他到中央政府后 先做了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 后来又接了交通部 那据说后来跟南方事件的这个整个也是有些关系 就是你看到他只要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政府在整个文官系统里面 或整个政府的庞大的包括国营事业系统里面 他任用的非人或是利用政府资源去打压一级这个现象 常常出现 那我们的延政组基本上先宣示 未来政府绝对不可以从事这些 那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 我们有四句话 第一个叫做数位高效能 第二个叫做开放接地气 第三个叫做贪污关进去 第四个人民有福气 那我们这四个愿景呢 我们这一集特别跟各位介绍数位高效能这个部分 因为将来的政府一定是数位化的 我相信现在所有的网民大家天天都在网路上联系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政府这么细腻的向下分工 所以我们赞成政府是比较扁平化的进行一个整个政府组织的重整 而不是一直向下垂直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沟通非常容易 那我们也会针对国家长远未来的发展 去思考哪些是国家的重点 比方说新住民委员会 比方说青年部 那还有呢 我们一定有一个数位委员会 因为这数位创新委员会 它要带动整个部会不同组织 都有个数位站 来协助这个部会的整个的数位化 不管是资料的交流或是沟通 这整个都有这个数位站来协助 所以这是将来的数位高效能 在政府组织结构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那我们也因为有这个网级网路 我们也希望在扁平化的一个组织设计下 那所谓过去天天开会 开的非常的烦闷的这种事情 可以慢慢的结束 我们运用减法管理 那我们也希望运用这种数位技术 尤其要带动一些重要事物的改革 这种事物改革最关键的 我们认为是选务的改革 我想大家各个都进游行 去年我们地方选举 当然也因为有10个公投 结果我们排了很长的队 那去投这个票 但是事实上像这种公投的联署 甚至投票 或者说我们的不在籍投票 在台湾其实早就可以推动 而且可以用数位的方式 网路投票 那我们过去 我的过去的经验 就曾经去爱沙尼亚 亲眼看到他们怎么进行 所谓的iVoting 那台湾的技术完全没有问题 那同时现在还有区块链的引入 那因为区块链可以帮你的资料 全部加密 永久保存不可篡改 那这些都有助于未来 我们推动一个数位化的管理 那网机网路建构一个高效能 而且在悬物上面 一定可以事半而功倍 那尤其是不在籍投票 可以用网路的投票方式 有加上区块链的资料的保护 那来推动这一块 这是我们将来一定要努力做的 当然我们还希望打造尊严 而且勇于认识的文官文化 那希望文官不是像现在 缺于担当 那最后我们也希望强化行政中立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重要机关 像选务机关应该是中立的 但是蔡政府任命的是李静勇 那他过去完全是政治人物 他从来不是一个所谓 比较客观中立 或是像学者 那因为这个机关掌握 这么重要的选务 我们希望他是采取 任用比较中立的人士 那这是我们第一阶段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了 廉政我们小组的一些重要政策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姚达琪 我在无色觉醒 我会是怎么回事 我会是想认识的 我会是想认识的 那你们再来 你再来 那我会是想认识的 那你很想认识的